from这节课我们来讲react之中的一部组件 首先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的代码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为什么要用一部组件呢 大家打开控制台 点开network 然后选中gs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页面加载了一个gs文件 叫做bundle.gs 然后我们做页面的跳转 进入到详情页 好再回到首页 再进入到登录页 再回到首页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切换的过程中 我没有加载其他任何的gs文件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所有页面对应的组件的代码 其实都在哪里 都在bundle.js里面 那大家想一想 现在我访问的是首页 但实际上 我顺便把详情页面 和登录页面的代码 一起都加载了 这样的话 首页加载的速度 实际上是比较慢的 那现在呢还好 因为我们写的代码比较少 只有181k 你还看不出什么效果 当你做一个复杂项目的时候 有可能bundle.js 这么去打包的话 最终大小可能超过一两兆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希望呀 当你访问首页的时候 你只加载首页的代码 当你访问详情页的时候呢 你再去加载详情页面的代码 这就需要我们使用异部组件 来实现我们的想法 那异部组件底层会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用封装起来的 一些第三方模块来实现 会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叫做react-loadable 大家可以到github上去搜索这个项目 react-loadable 我们搜索一下 它有8300个star 所以用户数还是很大的 我们看官方告诉我们 应该如何使用它 首先在项目里面 你要安装react-loadable 所以复制一下这段代码 我们在命令行工具里面 运行 yarn-add-react-loadable 进行模块的安装 好 重启服务器 接着我们看 它应该如何的使用呢 我们这么来用它啊 我的需求现在是这样的 我希望详情页面的代码 只有你进入详情页 才被加载 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打开我们的代码 进入到详情页面的这个文件夹下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叫做loadable.js 然后我们可以把官方的这个example拿过来使用 复制一下 然后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粘贴 这块我们做一个修改 首先loading 我们先干掉 这里它创建了一个loadable的组件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组件是一步加载的 你要加载哪个组件呢 其实你要加载的就是当前目录下的这个index.js这个组件 我要一步的加载它 import是和上面的这个import不一样的 它指的是一步加载的一个新的语法 然后呢 这个loading指的是什么 当你进入详情页 你要加载这个组件 但是加载需要一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呢 我们可以在页面上暂时显示一些临时的内容 这块loading其实它要求是一个函数 函数呢需要你返回一个组件 也就是临时的一个显示组件 这块我可以用一个div 显示一个临时的gsx的内容 叫正在加载 当然如果这里面你要用gsx的语法 你必须要记得在下面引入 react 不然的话它是不识这个gsx的语法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了一个loadablecomponent 继续往下写 它呢导出了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有一个render函数返回的是loadablecomponent 实际上我们可以简单点来写 我们可以export default一个无状态组件 这个无状态组件直接把这个loadablecomponent 返回出去就可以了 你不用写的像下面这么复杂 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detail这个组件 变成了一个e步组件 它就可以实现我们e步加载的这样的需求 接着我们还要改一个地方 改哪个地方呢 我们打开app.js路由的这个地方 当你访问详情页面的时候 以前你是直接加载这个正常的组件 下面你要去加载这个e步组件了 所以你访问的是pagesdetail目录下的loadable.js 这个组件返回的e步组件 那么这样去写 detail就变成了一个e步组件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了 保存一下到页面上 这个时候其实是会报错的 我们来看 刷新 好 我进入详情 大家可以看到 它说这段代码报错了 说params找不到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给大家来讲一下 打开我们detail下面的index.js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里面呢 我会用到路由的一个参数 id的这个参数 以前我们可以直接这么获取 原因是什么 我们打开app.js 以前我们用detail组件 它是直接放在route这个路径下面的 大家看啊 之前如果你不写loadable.js 那么这个路由 它对应的组件就是这个detail组件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detail组件可以直接拿到路由的信息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你加载的是loadable.js这个组件 所以呢loadable.js这个组件 可以获取到路由里的所有内容 但它下面的这个组件 也就是index.js对应的这个组件 就没办法直接获取到路由里的内容了 因为它不是这个route路由项 直接对应的那个组件 那么我在这里呢 实际上还是要用到这个params.id的 怎么办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这么来做 import with router from rack-router-dome 我们从rack-router-dome这个模块之中 引入with router这个方法 然后在connect方法运行的时候 我们在detail这个组件 这个位置上再调用一下with router这个方法 它的意思是 我让这个detail有能力获取到router里的 所有的参数和内容 好 这么写完了之后保存 我们再回到页面上刷新 正在加载 OK 看一下报什么错误 说with router is defined but never used 这块我们可能写错了啊 看一下哪里写错了 with router 在这里 我们写在这里 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刷一下 好 OK了 刚才是一个可能是代码执行的一个问题啊 或者说编译打包还没有完成 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刷新 其实它已经好用了 详情页正常使用 再回到首页 再进入详情 没问题啊 我们刷新的时候 频繁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上角会有正在加载的这样一个loading效果 这块loading呢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更漂亮的 加载的组件放在这里 回到首页 我们看我们的需求是否被实现了 点开network 点开js 我们刷新首页 大家可以看到 它加载了一个bundle.js 但是这个时候 bundle.js里面 是没有详情页面的代码的 当我点击进入详情页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时候 它加载了一个新的js文件 叫1.chunk.js 这段代码 其实才是详情页面对应的组件的代码 所以这段代码被一步的加载进来 这样的话 我们访问首页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详情页面的代码 剔除掉的首页代码 所以它的性能会更高 OK 那讲到这儿呢 关于一步组件 以及路由里面 withdraughtr这个方法的使用 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整套react的课程 基础内容和项目的内容 我也全部给大家讲解完了 下一章 我们将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代码的上限流程 大家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